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州市長高鴻安 率領了多位的議員 一起去勘察 勘察哪裡 勘察新州南寮的足球場 所以足球場 這是個最新勘察的畫面 可以看到 在這一個地方 其實仍然還是有很多的碎石 跟坑洞 那麼高鴻安批評說 其實在先前 前任的林志堅的政府 在先前花了1億元 1億元的部分的軟硬體建設 到現在任何的正式的比賽 都沒有舉辦過 我想我們這些畫面 照片 都可以看到 已經很多新聞 我們也討論很多次了 包括現在最多只舉辦過 射箭比賽 那麼在早先其實 那麼先前 其實林志堅的部分的時候 他在南寮運動公園 開幕的時候 有各式各樣的擺拍 那麼感覺起來 應該是民眾可以多多利用的 可是實際上 這個狀況是沒有辦法使用 這個南寮的足球場 當然現在大祕寶的部分狀況 大家持續都在跟進度 包括先前都知道 新竹棒球場的部分 是不是底下都是廢土 根本就是個廢土掩埋廠上面蓋的 另外還包括了 12億的國際展演中心 那麼這個展演中心 現在也被爆出說是500噸的廢料 廢棄土在這個底下 網友當中其實就在批評 持續的批評 到現在還在說 那麼新竹這些工程 動輒一來一去 結果都還是不能用 怎麼辦 當然網友也自問自答 說黨不用賺嗎 我們民進黨直黨不用賺嗎 黑道不用賺 我這裡頭 當然我們主要在檢討的部分 其實就是民進黨 在這次大選的地方大選 年底失敗之後 說是要很多的檢討 但是檢討的部分 究竟真正做了怎麼樣的 新的檢討 我們從人事佈局 看到是如何 那麼現在其實 最新的討論當中是涉及到 在教育部當中的 新任的體育署長 這位體育署長鄭世忠 現在鄭世忠 體育署懸缺500多天 一年多 將近兩年 記得基本上 其實就是在奧運之後的部分 到現在 長期間都沒有體育署長 但現在突然有了 那麼這個人叫鄭世忠 鄭世忠是先前足協的秘書長 當然他在田徑 在各方面 體育界是滿長部分的時間 只是現在大家關注的部分是 他跟鄭文燦的關係 因為鄭仁蔡都知道 現在他是足協的部分理事長 跟鄭世忠的關係的部分 是相當密切的 所以鄭文燦一入閣之後 鄭世忠是不是就變成體育署長 那麼針對這一點的部分 當然教育部是否認的 當然現在大家看到 是鄭文燦的部分的 無論在人事的佈局 另外特別就是在桃園的地方了 我們來看桃園的地方是 鄭文燦是不是有很多 仇庸的手法 那麼村長張江村 他特別揭露了 在去年的部分 在桃園捷運的部分 整個人事預算 高達10億9千多萬 將近11億的人事預算 這個預算到底是多是少 當然於是在這裡頭 我們進一步來看 那麼村長他特別揭露說 這裡頭不只是我們現在先前 這幾天新聞都在報導的 有四個副總 另外內部的員工當中 一千多人 他說這裡頭其實有很多人 其實是不學無事 效忠民進黨 浮選有功 或者是地方裝腳的兒女親戚 那麼村長這樣子揭露 當然這幾天因為張上正 在接任桃園市長之後 他現在大刀闊斧的說 要把桃園捷運的四個副總的部分 要換掉只留一個副總 也不一定說這四個當中 留其中一位 來看這四個副總當中 我們倒過來看 從2020年 2019年 比較新接任的 吳釗賢跟陳定義 他們基本上還有台北捷運的 過去的這樣子的專業 但是更早之前的 包括先前 包括陳剛炯 然後以及陳剛炯 以及許青順最早 2018年到任的 這位竟然是桃園市議員落選的部分 然後來當副總 所以其實有關於鄭文燦 江湖上都說 其實在政治圈媒體前都說 他的有關於人事的酬庸 基本上是密密麻麻的 那麼是不是究竟是 真的是處在桃園市政府的部分 他現在看到出來是包括了 我們知道 包括沾上鎮接任市長之前 已經把桃園市政府的 機要的職務 所有的學員區都卡好卡滿了嗎 所以現在真的是 沾上鎮的人都沒有辦法用上了 當然這一波來講 有關於桃園捷運的部分 財務的黑洞 因為都持續虧損 我自己問是住在林口 都是桃園捷運的使用者 這個人真的不太多 所以現在整個虧損是高達34億 但是用人的部分 其實是不是真的相當的腐爛 那麼這裡頭也推塑到 在2019年4年前 當時華航的機師罷工的時候 當時都知道交通部長林佳龍 他要叫華航的一些動作 當時華航的董事長何元宣 是根本都不理的 那麼最後是鄭文燦出面了 說話了 華航才有所動作 所以這裡頭是不是體現出了 整個鄭文燦當中的 無論他的人事佈局 他的各式各樣的部分 的仇庸的部分的動作 他的影響性 現在將會變成民進黨 包括新內閣的執政的文化 所以先請教巧新 真的 你可以看到新竹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大祕寶 這是讓大家覺得 非常誇張的事情 這也難怪在當時 2022年的選戰的時候 其實新竹是 它是一個很小的城市 我說真的 它大概跟我們台北市的 一個議員的選區其實就差不多 然後所以他們的選舉方式 也有點像議員的選舉 跟你說在看台北 桃園 高雄 這種直轄式的選風 差很多的 我們那種都要辦大型的造勢 可是他們不用辦那麼多 只好很多還會在路口揮手等等 就是要拉近跟民眾的距離 可是這麼小的一個小城市 竟然民進黨是洪荒之力 就是一定要非得把他守下來 很害怕會被政黨輪替 尤其是被高雄拿走 當時大家就問說為什麼 柯建民要出這麼大的力 甚至不惜 就有這種所謂的民進黨的黨內人士 在選前的時候就講說 如果高雄在選上的話 你完蛋了 你一定什麼都進監獄什麼 講一些很難聽的這一種 原來這個你看 現在大家就發現說 連足球場都是花一億元 給林志堅幹嘛 擺拍 所以林志堅 甚至這個東西它會擴展到 其他的一些 民進黨的前線市首長 比如說像是林又昌 比如像是鄭文彩 這種他過去被認為是五星級市長的 慢慢他們的神話一個一個都破滅了 我們先看到是鄭文彩 在當時地震的時候 他的一個運動場 它上面東西掉下來 這哪是一個五星級的水準 再來 林志堅他不管是新竹的棒球場 或是這一個所謂的足球場 你看足球 大祕寶 雜草 半生 碎石 也有很多坑洞處 請問一下 你看那個底下照片是 林志堅他跑去跟小朋友們 竣工的時候有很多擺拍圖 請問這些小朋友 如果他真的在這樣子 左邊看那個碎石 對 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之下去 做比賽的話 小朋友跌倒 家長會不會擔心 我就問新竹市的爸爸媽媽 會不會擔心孩子 在這些不安全的場地裡面受傷 所以從新竹棒球場 再加上新竹的足球場 你看已經兩個了 這些大型的設施 都是金玉其外 敗畜其內 有這樣子的味道在 所以連WBC的熱身賽 152項缺失 草皮通工減料 排水不佳 全部沒有辦法進去 甚至連12億國際宅染中心 是不是還有廢料 所以我覺得現在要全面清查 不只是新竹 就在各縣市裡面 其實就算藍營的縣市要查 我也不管 因為我覺得那是 是作為一個議員 應該要去監督的 我們在台灣有很多 在做大型工程的時候 監工單位他沒有做好 然後去把這種廢土跟廢棄料 蓋到底下 丟到底下 然後就等於是就地掩埋 這樣子的情形 我覺得都應該要查 可是為什麼目前我們查到現在 幾乎全部都是在什麼縣市 都是在民進黨先前 而且長期執政的縣市 這個問題最大 所以為什麼現在這個 所謂的沾江村 他揭露陶劫111年的人事運算 然後很多人都認為 張善政斬斷陶劫的酬庸文化 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也認為張善政這一點做得太好了 這個才叫做大刀闊斧的改革 你一個桃園捷運 需要這麼多的人是擠在裡面嗎 這幾乎就是肥貓在領薪水 一個人可以做的事情 幹嘛要四個人做 我簡單來講 所以我認為張善政這種 幫民眾省錢的方式 拒絕肥貓的方式 這才是會真正迎合到 市民真正的內心 先前鄭文昌搞這套 人事分配 權力分配 都是花納稅人的錢 所以我覺得大家 眼睛真的要擦亮 不要因為什麼五星級市長 就被他們騙了 要好好的去看 如果鄭文昌他過去列的這些人選 專業能力有一半 都跟捷運無關的話 請問陶傑的虧損 累積到34億 跟這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 但是鄭文昌他為了他的五星市長 要有人和 然後要有資源 然後他就用這些資源之後 下去故莊 最後得了一個五星市長的美名 現在當了富閣魁 可是最後損失的是什麼 桃園捷運的虧損 他等於是把爛攤子 丟給下一個市長 所以我覺得張善政 好好的來處理前朝的爛攤子 是應該我們要給他一個大大的肯定 確實是 這裡要請教仁俊 其實我們知道 在每次其實 不管是民腦執政或國民腦執政 其實有幾樣東西 其實是民眾很有感的 其實戰善政先前 被視為都是比較佛系 在這一次當中 發現說他要把四個副總拿掉 這個網路上現在討論這個熱度 包括對他的肯定 真是如江河潮水般湧來 當然 當然 避案一個是揭蔽 一個部分是斬斷仇庸 斬斷肥貓 這都是民眾很有感 那麼這個目前來看 你覺得國民黨的部分 包括其實包括民眾黨 包括高皇安在內 這個部分的執政 對於現在新內閣的部分 你知道其實現在都新內閣 有些新的形象 陳建仁等等的正文采 這個在地方上這種揭蔽 或斬斷仇庸 對比現在要塑造民黨的部分 這個部分的衝擊 是不是會有的 我先講人事的部分 事實上我想上次哥 也觀察政治非常多年 每次到了這個所謂的政權要輪替 其實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 如果他的任期到了之後 其實最常遇到的 就是我們剛剛所討論的那個情況 也就是我的一些 這個原先跟著我的哪一些人 我就盡量往這個所謂的國營事業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 所謂的縣府 市府 能夠掌控的這些企業裡面去塞 我們就會覺得就是說 當第一個 你放這個人事 他有沒有在他的專業背景上 這個我們希望找的叫做會做事的人 但是有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他不是會做事 他叫會做人 也就是他今天放那個位置 我們就講 你今天不管是 你到哪一個企業體或者是怎樣 我們希望是借重他的專才 幫這個企業體賺錢 這才是他真正放在那個位置 他裡面需要展現的 可是我們卻看到有很多是 他可能不是在這個專長上面 卻被那裡放進去了 他有點變成這樣 你知道 訓練營 下令營 也就是他的時間其實不長 然後就放在那邊 你也不知道他專業是什麼 然後你就說 對 他有熱忱 這個很怪 我們不是要做 我們沒有那麼多閒的這個錢 去培養這一些 他應該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我認為這就是大家去質疑 跟批評 講說仇佣的這件事情 是很多人很深入痛覺 因為你只要會做人 基本上會不會做事 可能不重要 可是對百姓來講 我認為那才是真正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說你剛剛提到 就是說不管是B樣或是怎樣 比如說你這上面提了幾個例子 幾個包含到所謂的棒球場 足球場 還有另外所謂的南寮運動公園 還有所謂國際展演中心 我看到他不同階段的說法裡面 比如說他們有特別提到說 國際展演中心 其實因為他有一個脈絡 有些是企業的 後來捐贈給這個 因為協調完了之後 給了新竹市政府 或新竹市分選舉動工的時候 就找到了這一些東西 所以他們沒有認為說 這個叫做B樣 我現在講的是 這個林志堅市府 可是在其他的部分 我認為大家就一個很概念 很簡單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球場 他不能打球 你告訴我這球場要幹嘛 你跟我說他是一個足球場 結果他辦的比賽是射箭比賽 不能踢足球 你告訴我他要幹嘛 當然這是打斷一下任俊 當然現在在有關民進黨方面 在新竹市當中也有議員說 其實現在他說 他認為高宏暗說一億元 這個部分他覺得是誇張的 因為他說其實這個部分 9000多萬的預算 其實是整個南寮公園 整個這個部分整治 所以這裡頭應該 其實還會有一些爭議的地方 這個包含到就是說 其實同樣的狀況 我有看到前市府的官員 還有這些議員 也有在解釋 就比如說這個棒球場 到底什麼從多少億 增加到多少億 他們提到說其實增加 不是所謂的議會的預算 而是用這個 去跟中央爭取完了之後 那個其實老實講 錢怎麼動 怎麼挪 那個我覺得對民眾來講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意外解釋 民眾真的在意 就說好 我今天就算 你花了500塊或500萬好了 我們也希望500萬 也有500萬的品質 如果你500萬做出來 只有500塊的品質 就像你現在畫面上 我不能講說 這個所有的球場企業 因為如果他是一個 開放性的空間 他可能確實會有一些 小狀況的情況 我認為大家可以接受 比如說你真的不小心 什麼事 可是如果他今天是一個 不堪被使用的狀態 他如果又不能被修復 或者他在短時間內 又沒有辦法調整的時候 民眾就會覺得非常反感 是 接下來請教一下施教授 其實就像我剛剛提到的部分 其實民眾現在其實的感覺 對於如果仇用文化能夠斬斷 過去這盆餐 包括還有更多街壁 像這些大祕寶 我覺得民眾的部分 我們至少在網路上看 反應其實還是滿熱烈的 只是說這裡有剛剛提到 跟民進黨現在在 包括甚至新內閣當中 像塑造一個全新的 這種形象的碰撞 當然這些有時候感覺起來 都不太是新東西像大祕寶 你覺得這個部分會有一點 也慢慢的 對於民進黨部分的 這種負面的影響會降低 還是說這個還是緊扣著 現在一般民眾的 對於民進黨當中的不信任 民進黨政府 或者是小英王朝的統治 大概有三差 第一個就是媒體的控制 跟認知作戰 這一大塊 這一大塊他們是很厲害的 就是說大概民調反映出來 第二個就是說林志堅為中心 就很會拿錢 跟中央拿錢 OK 這拿錢又有兩個 一個是綁樁 第二個其實是償付移民 選舉的時候 像賴慶德大概這一塊 就會很弱 其實第三個就是我們剛才提到 就是安插人員 安插人員這個塊 我們知道傳統過去是機要對不對 對 機要 約聘對不對 現在民進黨政府不只是 就是約聘 他甚至會叫各部會交出一些人 然後不用上班的 不用放在中部辦公室 南部辦公室 東部辦公室的那些人 給你 這好厲害 是閒差 約聘他甚至可以想要立法有沒有 說我如果約聘多久以後 就可以轉為正職等等 那這個都破壞考試體系 其實還有一些所謂的 標案會有時候 駐部會的人員 就說這個是怎麼樣 碩士博士是我們的 然後就既養在你那邊 OK 那些人大概可能是寫手 然後做梗圖那些人 然後還有一些 我們看到就是說 最近大家有看到新的部會有沒有 唐鳳的部會 研究院 各個部會都有研究院有沒有掛牌 那些可能大部分都是網軍 所以這些是扣結在一起 我們會再講就是說 其實他這個就牽涉到說 這是剛才講那是綁莊對不對 這邊是割喉 收編 那三大塊我還要講 一個是地方派系的部分 傳統的第一 第二大塊就是說明代 他沒有選上 那就是這個你要仰望 第三個就是說公教人員 你知道學者很多 你知道沒事幹了 升等了以後就等了入閣 然後沒有官可以做就回去 我最愛的還是研究 另外一次公務人員 因為過去國民黨在用人 其實是有一屆一屆 但是他們在縣市上用過了以後 這些一跳就到中間政府去 組織去入閣或當部長 一堆你看到那些政務官 那些你也知道 那些人副首 國營事業也這樣子 或者是國營事業那一跳人 就是說他是 就是養我的人 我這樣講好 我做個結論說 不學無術沒有關係 效忠黨跟派系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施教授其實剛剛談得不 非常的相信 國營朋友如果仔細聽 就有聽到很多的美港 我剛剛聽到的時候 也都覺得 這都是我們多年跑新聞看到 包括民進黨在安插 酬庸人士當中的 非常重要的技法 請稍微休息片刻 再回到新聞大百話